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特朗普成功上位与美农的支持密不可分 但是特朗普似乎辜负了美农对他的信任 不仅没兑现他竞选时的承诺 还反手坑了美农一把 这次小编就来跟大家盘一盘 特朗普与美农之间不得不说的那些事 一不换寡而换不均 美国这次疫情应对的多糟糕 不用说了 与特朗普频频迷惑操作脱不了干系 这也让原本板上钉钉的连任选了起来 大选在即 特朗普内心估计也是慌得不行 想通过给出大手笔的资金 来笼络他的大票仓 美国农民 前几日 特朗普政府宣布 拨款190亿美元计划扶持美国农业 表示将与所有美国农民站在一起 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这项190亿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 160亿美元给美农发钱 二 30亿美元采购乳制品 肉类和农产品 再将这些食物送到需要的美国民众手中 但这样的大手笔却没能让美农们满意 为啥呢 都给你们发钱了 还想咋的 因为这190亿农业补助 主要是面子工程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由于交通运输不畅的原因 让美国农业遭遇了巨大的困难 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暴涨 卖不掉 另一方面 美国农民为了减少损失 扔蔬菜 倒牛奶 这种图片在网络上频频流出 在国际上影响多不好 勤淡肉奶类农产品 保质期短 而且物流成本高 一旦无法进入市场销售 就只能就地处理 所以这次的钱 大部分都给了那些奶农 畜牧业 种庄稼地的农民 反而拿得很少 或者干脆没有 不过为了平息这部分人的不满 特朗普又表示 将在7月份追加140亿美元 不换寡而换补均 况且农业补助的这碗水 一直都没端平 从事种植业的农民 在过去的几年里 日子更艰难 二 美国农民 我们被骗了 自从特朗普 执意发起中美贸易战 美国农民或许是 这场贸易战中 最无辜 也是被伤的最深的人 随着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反制 美国大宗商品 大豆 玉米等价格下跌 农产品失去优势 很多美农 收入暴跌 身心背负 巨大压力 自杀率也随之飙升 2013年 美国农业收入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达到1240亿美元 而到了2019年 美农的收入 只有六年前的一半不到 美国农业的问题 远远不止农产品本身 据一家美国银行透露 今年年初 拖欠贷款的农户数量 正在增加 今年第一季度 农业贷款的占比升至 1.28% 达到2011年第三季以来的最高比率 美国农业领域2019年的债务 高达4270亿美元 是自上世纪80年代美国遭遇农业危机以来的最高值 申请破产的美农数量也已经飙升到10年来最高水平 也就是说美国农民现金不仅收入成问题 资产也已告急 甚至到了连债都还不起的时候了 特朗普靠美国农民的支持上位 如果他还想继续连任 就不能言而无信失了美国农民的心 至少面子功夫要做足 在2018年到2019年 特朗普以总计向农民支付了280亿美元的补偿金 以弥补因中国市场损失而造成的缺口 2018年 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农民发放了120亿美元农业补助 2019年继续发放了第二轮160亿美元农业补助 美国超过94%的农业补贴只针对6种农产品 即玉米 棉花 花生 大米 大豆 和小麦 然而这些每年能够获得数十亿美元补贴的农作物 其实只占美国农作物生产总量的28% 总的来说这280亿美元农业补助主要是提供给从事大豆 玉米 乳制品和生猪等农业生产商 也就是美国出口给中国的主要农产品 但有很多农户都表示到现在为止还一分钱都没拿到 比起暂时解决燃眉之急 他们更希望能像以前一样 不要贸易战 也不要政府补贴 只想挽回市场 从市场上获得收入 在过去两年间 已经有1093个美国农场宣告破产 美国中西部地区破产农场数量 更是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疫情之下 美国农业只会更难 近日针对美国农业的190亿美元补助计划 大多数美国农民早已心知肚明 不过又是特朗普政府的顾忌重施 对他们来说 特朗普政府连年补贴 到手的钱却很少 故作这种补偿姿态 不过是安抚人心 稳定票仓而已 许多农民深感被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骗了 纷纷推文骂他 太后悔给你投票了 特朗普没有做到他在竞选时的承诺 还被他一意孤行的贸易战所连累 几大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区 但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 已经让这些票仓有了失守的征兆 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 他的支持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 从49%下降至43% 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大的跌幅 三 连年超额补贴农业在违法的边缘试探 要说特朗普政府发钱给失业人员还说得过去 但连年超额补贴农业属于一直在违法的边缘打擦边球 违了什么法 WTO农业协定又称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 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农业领域上的多边协定 贸易全球化趋势下 这一协定为的就是实现国际市场上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平等竞争 然而这些所谓的协定往往只有老实的欠发达国家遵守 发达国家只会借着这些协议之名行谋取各自私利之事 农业协定95年正式生效 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减少农产品补贴 降低进口关税 使得农产品进口大增 而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尽管在形式上略做改变 但实际上补贴力度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连连增长 美国就是个明目张胆的典型 一直以来都是违反公平贸易的原则 大量补贴本国农业 压低农产品价格 结果养出不少肥大的美国粮商 打垮了第三世界的无数小农 据美国官方估算 2002年到2007年 6年间的农业补贴为1185亿美元 年均农业补贴支出每年约为190到210亿美元 比1996年农业法规定的年均133亿美元的各项农业补贴美元增加57亿到77亿美元 而2008年农业补贴为2890亿美元 比2002年到2007年多了1750亿美元 增幅高达143% 对美国来说 国际贸易规则从来就只是华丽的外衣而已 需要时拿来穿穿 撑撑场面 不需要时脱下裸奔 反正不用讲理 自信惯了 四农业补贴 美国农业控制贫穷国家的利器 美国农民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 却提供了全球近五分之一的粮食 这归功于美国农业的高度工业化 机械化生产 基本上一家只用三个人 就可以把上千英亩土地的粮食生产搞定 从播种 平整土地 松解土壤 撒农药 耕种 收割 一条龙工序 完全靠大型机械来解决 这也让美国的农产品极度过剩 多的吃不过来 怎么办 出口 通过一系列农业补贴和鼓励出口的粮食政策 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敲开欠发达国家的大门 在大量轻售给他们价廉物美的粮食 不仅摧毁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 使得这些国家成为粮食 净进口国 逐渐丧失其农业独立性 同时也为粮食危机埋下伏笔 穷人对廉价食物有更强的依赖性 所以西方大国则可以通过食物援助作为外交筹码 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美国通过粮食来控制别国的案例 不胜枚举 1956年到1962年 为控制老挝巴特辽势力扩大影响 对老挝采取的粮食禁运 1965年到1967年 因布满印度人口 汇率政策对印度采取粮食禁运 1980年1月对前苏联实施粮食禁运 以表达对其入侵阿富汗的不满 农业是立国之本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 同时粮食也是一个国家 重要的战略物资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证一定比例的粮食自给率 就犹如被别人扼住了喉咙 尼克松曾评论过 只要给饥饿的人们一些面包 他们就会听话 食物是一个工具 它是美国谈判工具箱里的一件武器 正如基辛格所说 如果你控制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 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的 不仅有石油美元 还有粮食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 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 因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粮食封禁 将导致一些贫穷国家的粮食情况进一步恶化 到2020年底 世界上中低收入国家的2.6亿人将面临饥荒 是2019年1.3亿饥荒人口的一倍 疫情严峻 再加上非洲蝗灾的又一次卷土重来 留给饥饿人口和贫困国家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全球最大粮食生产国 全球最大粮食出口国 能承担起多少国际责任 能给多少国家送去急需的人道主义救援 又能给多少温饱线上挣扎的穷人们 送去果腹之餐 只有一声叹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